第39題,右圖為小雅繪製的心銅電池裝置示意圖 它標示出電池放電時,右側1.電極材料 2.電解液種類,並以箭頭標示 3.電子流動方向 4.岩橋內離子流動方向 已知四項標示中有一項是錯誤的 請問錯誤的標示為哪一項 我們曉得,我們做心銅電池的時候 芯片要放在硫酸心裡,銅片要放在硫酸桶裡 所以這個1跟2是對的,銅片放在硫酸桶當中 這個沒有標示就是我們的芯片 我們曉得芯是負極,負極是會放出電子 所以電子放出來,所以流過來 所以標示3也是對的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岩橋內的離子流動方向 我們上課講過一種方法是看我們的流動的方向 我們看到這個負電是這樣子流過來,會這樣流過去 所以我們的負離子呢,會應該流到新版這一極 或者是我們上課講過的結論可以背下來的 就是岩橋內的正離子會移向正極,負離子會移向負極 所以我們這個硝酸根的這個式呢 應該流向新版而不是銅版 所以它標示是錯的 所以第39題問我們說 已知4項標示中有一項是錯誤的 請問錯誤的標示為哪一項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4